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大家提供的PAP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9章Sync PAP试图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一下Sync PAP的试图部分 那么试图呢 是web的可见内容 一般呢 是前台的html和java square的组成 然后呢 再结合PAP和MySQL获取到的数据 传递给这个试图部分 然后用户就可以怎么样操作和使用了 那么它呢 属于MVC架构中的V 就是View OK 那么今天学习要点有四个 就是模板的定义 然后模板的复制和渲染输出 然后呢 模板地址的这个获取 最后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怎样去直接获取内容再渲染出来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模板的定义 那么讲模板定义之前呢 我们先讲一下Display方法 然后再去了解这些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 Controller下面的User Controller 我们把所有其他之前讲过的东西呢 我们就全部删掉了 好 全部删掉 留下它本身 然后在这里我落到host 好 这边写上index就可以了 userindex 那么现在呢 我们做一个操作 首先是this this代表的是usercontroller本身 然后指向什么 有个方法叫Display 里面是要传一些参数的 但是我们什么参数都不用传了 就让它默认 默认的话它会怎么样 我们先刷新一下 当你刷新一下的时候 它爆出了一个错误 叫做模板不存在 那么它会在这个 微博分组下面的home这个模块下面的这个view可视区的这个目录 就是可视区视图目录下面的user控制器模块 然后找到这个index.html OK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呢 你什么参数都不传的话 它会默认在微博下面的home下面的view下面 再建立一个user 这个user为什么是user呢 是和这边的控制器user进行对应 大家注意了 和控制器这边进行对应 好了 我在这里面 我再建立一个index.html回车 好 回车就可以了 OK 就在这里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写一下 好 这是模板文件 好 user index 可以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刷新一下 发现这是模板文件 user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直接可以这么看 看一下原代码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部分 这么一个部分 就是刚才 刚才我们这个index.html加载过来的部分 然后后面这一段是什么东西啊 后面这一段是我们的这个开启的调试模式的这边的调试工具啊 所以如果调试工具关掉的话是不存在后面这部分的啊 要注意 OK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啊 下面呢 来看一下仕途它的规则 如果你什么都不传的话 它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仕途目录 view 前面的话是默认对吧 仕途目录 view 然后后面是模板主题 我们现在没有模板主题 所以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是控制器名 就是控制器这个模块 然后是操作名就是index 就是对应的这个方法 这个index方法 然后呢 后面是模板后缀是默认的html 好 那么下面呢 有一系列的这些啊 这个配置文件啊 配置项可以怎么样啊 配置更改你这边的输出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配置呢 用的比较少 我们就完全用复制的方法 第一个呢 是修改模板的仕途目录 本身是view的话 我们来看看 可不可以把它修改掉 我们直接在这个公共的核心 呃 库里面找到配置文件 我们就拉到最下面 粘贴一下 这个呢 叫修改什么 修改这个 仕途目录啊 仕途目录 好 我们点一下刷新 你会发现啊 本来的这个view呢 变成template了 对吧 变成template了 所以这个就改变了 那我需要把这个 和我们下面的这个view改成template 或者你自己在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template 在这里面做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用的view 这个我们就不改了啊 好 就可以了 好 下面 下面我们来看 下一个是默认情况下的后缀是.tbl 如果你想更改后缀的话 我通过这个配置 好 粘贴一下 加个逗号啊 没有加逗号 好 修改模板文件的后缀 好 修改模板文件的后缀 这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它又错了 因为现在的后缀是index.tpl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只有把这个view呢 这边的给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html文件 然后index.tpl 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我们就写啊 现在是tpl文件 user index 可以吧 刷新一下 又对了 但是在zstudio呢 默认是不能创建tpl的啊 注意啊 是不能创建的 你需要去修改它 找到首选项 我们找到这个啊 首选项的这个默认的这个地方 第一个啊 然后找到它 然后先点它啊 点上这个费啊 然后呢 在这里添加一个点tpl 然后添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有找一下 在这里点tpl 然后你添加后的时候 下面是空白 你需要还要添加这个 添加这个文件 添加是html的 但是现在不能添加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添加进去了 这边就没有html 那这边有html 是不是 这边就没有了 OK 然后下一步呢 你点这个content types 然后点击它的时候呢 点击这个text 然后点击html 因为我们这个tpl呢 还是html的文件 然后在这里呢 再添加 再添加个点tpl 就是两个地方 这个要关联 要给它关联起来 这个呢 是添加一个后缀 然后这个呢 是添加一个关联 好 这边点tpl 然后最后点确定 好 确定 如果不能的话 就重启一下这个skill 重启一下这个zstudio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关闭掉 现在就可以了 我之前做好了 OK 刷新一下这个tpl 文件也没有问题 下面一个是 如果你感觉每一个模块呢 都太过于麻烦 你可以用下滑线来代替目录的层次 那么这个一般我们不用 但是给一些就是不喜欢用那么多目录的人 可以去用 那 好 修改目录 用下滑线 修改 目录层次 目录层次 最后刷新一下 又不存在了 那么他把user目录给省掉了 而是加一个user前缀 然后下滑线 加index.tpl 也就是说我们user不需要的 我全部是在vue下面做 只是创建的时候 前缀是模块 控制器模块 后缀是你的方法的名称 然后再加上一个.tpl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不用 好了 那么最后两个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 如果不想在这个模块 保存在当前的微博目录下 我想因为微博是一个项目 对吧 好 我可能还可以可以创建另外的项目 那么很多项目呢 其实用的是一个模板的话 我是不是要把它放在public里面去啊 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调用它 对吧 我想放在public里面去 那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直接设置这个 嗯 啊 vupod 然后是public 加上点啊 做个注释 叫做修改 这个 目录啊 修改这个 这个 模板 目录 修改模板目录 好了 这样子一修改的时候 刷新一下 你又发现错误了 发生什么错误呢 它是在public下面的 hom下面的user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我在public下面 首先还要先借个home 你为什么要分的这么轻啊 不然的话 你这个 你的微博下面还有admin呢 你搞不清楚 对不对 里面还要还要分 那在这里呢 我们再把这个user呢 给复制过来 cnt c 在这里cnt v 先刷新一下 然后呢 cnt c 然后在这里 我cnt v 进来了啊 然后这边有个错误 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缓存先删掉啊 那就没错误了 这时候刷新一下 是不是又对了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调用的是这里面的 它 那这边是我这边写一下 就是这是public公共目录 对吧 好 刷新一下 这是public公共目录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那么这个呢 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呢 暂时呢 也是不用的 所以的话就先把它给注视掉了啊 下面一个是啊 模板主题 那么如果说 你考虑到你的网站 你的web系统 需要多个模板 多个主题进行切换的话 比如说 我这边只能是一个主题了 你就不能做第二个主题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做 我们可以先把它主题呢 给做过来 设置默认主题 设置默认主题 好 设置默认主题之后 我刷新一下 现在又错了 对吧 好 它现在是view下面的 default下面的user 所以你要加个default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加一个default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加别的 比如说blue 好 这个主题是蓝颜色为主的 green是绿颜色为主的 但是默认呢 是default的 我就把这个放进去 按下回车 OK 好 就放进去了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就对了 现在放的是default下面的user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要调用这个blue下面的user怎么办呢 那么很简单 我在这里直接的就 执行一下啊 zin 一 好 这边写上一个blue 然后再调用一下 他 好 写上这么一句话 这么句话的话 就是调用另外一个主题 刷新一下 发现你这边不是default的 是blue了 好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到时候再 做个总开关 在这个最总的地方 做个总开关 然后当他是1的时候 就是default的默认 对吧 当上是2的时候呢 就用blue 当他是3的时候 用什么green 好 这样子的话 在别人在点击的点击切换的时候呢 可以更换主题 OK 下面继续看啊 下面看第二个要点 叫做复制和渲染 复制和渲染呢 主要是传递变量啊 传递变量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传递变量 现在呢 我们要对这个边的index 我们要做个变量 比如说我是谁是谁 比如说我是蜡笔小星 那这个怎么输过去 Sync PAP呢 提供了一个方法啊 提供了一个方法 SSRI 这跟smarty是一样的吧 好 所以非常容易啊 那 建置对型是user 然后后面呢 是蜡笔小星 好 现在呢 我就说把这个 这个变量呢 怎么传递过去呢 其实很简单 我只要在这里抓一个 用过号user 就可以了 好 抓一个user 然后我们点刷新 我是蜡笔小星 就已经过来了啊 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边有个ps备注啊 这个方法呢 必须在display方法调用之前 使用 你调用之后使用就没有意义了啊 那么display方法呢 display方法其实就是渲染模板输出 那么有三个文件 三个文件都是可选文件 一般的一般来说呢 我们用空就可以了 当前的目录 对吧 按照它的规则来 但是你如果想不按照它的规则 你可以做第一个 后面这两个呢 其实一般来说用的不多啊 比如说后面这两个 第一个是你指定的编码必须是UTF8 你指定的文件必须是x秒 或者改成ht秒 也是可以的好 所以呢 最主要的我们看第一个 模板文件 好 第一个什么都不传啊 这个很正常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传一个add 什么意思 好 我在这里呢 我传上一个add 我刷新一下 它这个地方前面都没有变 就是后面的tpl改成了index 改成了add.tpl 它默认是根据这个方法名来的 所以它呢 这一块呢 叫做修改模板文件 然后就可以这么做 下面一个 我们继续来看 它不单单可以修改文件 还可以修改它的目录 我们的目录是谁啊 我们的目录是 user 那么也是说 我们的控制器的模块是user 是根据这个来的 那我可以更改它吗 可以 bbb 好 更改 好 修改目录了啊 bbb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看下这边是bbb了 我就不一个一个也是给它新建了啊 因为只要看一下它的这个错误 错误模板的目录 我们就明白了 好 下面一个 那我现在还能改什么 还还可以改什么呢 还可以自定什么呢 还可以自定很多 比如default不需要我 我做了 刚才改过了 vileo在配置文件里做的 这个呢 刚才 刚才是在公共文件里做的 所以现在还还可以改什么 还可以改这个home没有改 其他这个可以改 这个可以改 是吧 其他后面都可以改 就就这个home不能改了 那home怎么改呢 很简单 好 给它加一个home是什么 是分组 对不对 一个是home 一个是admin 我现在要改了admin 那怎么做 叫admin 加一个at符号 这么一改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边就改成admin了 就要在admin这个目录下 找到vileo下面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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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ok 比较简单 好 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 加上主题 再加上bub add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么最后一个呢 叫做自定义模板 自定义模板 什么意思呢 我完全不按照前面 任何的规则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来 可不可以 好 我也不按照他的什么tp 我的想法呢 就是按照 我自己的完全的绝对地址 t p alete 下面的 比如说下面有个public 文件夹 公共的 下面再有 下面就是 我们做个大写 标准一点 下面就是user 而且我还不按照他的后缀 我自强行的html 我用html 我也不按照这个tpl来 可不可以 好 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 这边是微博和vdefault 没有问题 这边一个点 这边是 tublicuserindex.html.tpl 那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呢 好 其实 注意 这一块呢 是一个完整的 那么 这个tpl呢 其实是默认给大家的后面的 其实这边一块呢 可以把之前这边和后面的都覆盖掉 那 他的这个目镜呢 就 他的这个路径呢 这边还要加杠啊 好 就加杠啊 他的这个路径呢 其实就是和这个index 在一个目录下 我们就做一下 这个要做一下 看一下 t emplate 好 在这个下面呢 我建立一个 叫做public 在这下面呢 我建立一个user 在这下面 我再建立一个index.html 好 叫绝对地址的模板 目入 看看能不能有效呢 刷新一下 哎 发现是有效的 所以呢 你千万不能 你千万不能被这个 这个错误提示的这个路径呢 哎 给误导啊 其实这么样做也是有效的 好了 去掉了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自己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叫做模板地址 那模板地址的获取呢 sing.pap呢 封装了一个大t函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取 它当前的模板地址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叫打印出大t 大t 然后刷新一下 这就是当前的 当然你也可以改啊 你也可以改 就按照刚前的改 比如说我改个最复杂的 就是这个 好 可以吧 刷新一下 这个这边的admin 下面的default bbbadd.tbl 就可以改 这边 这这这边四样都可以写去 都可以改 当然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display 用这个大t输出呢 也是可以的啊 好 刷新一下 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你这个呃 直接输出 如果错误的话 这个地址也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它本来是当前目录吗 那就应该是 这边的tbl 对吧 我把这个tbl 删掉了之后 它会错误 错误的时候 它就会这么提示 所以你不要被这个 这个提示信息 比如说index.tbl.tbl 还有前面 还有这么一大堆 不要被它误导 对吧 其实就呃 其实就是对的啊 index.tbl 好 没有问题 刷新一下 没有问题 对不对 OK 好了 下面最后一个 就是获取内容 获取内容呢 是干嘛用的呢 好 这边我们要研究一下 那么display呢 其实就是他们两个方法的 fetch和show方法的结合 这个display呢 首先第一步是获取内容 然后第二步是渲染输出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 是可以把它们分开来的 首先content this指向 fetch 呃 什么都不要啊 就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刷新一下 什么都没有的 那我们可以用VR 把它打印出来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好 刷新一下 它是html 看到没有 就这么多 它是html 然后html已经有了之后呢 我再让它渲染出来 怎么渲染 这个时候你不能用display的 display是渲染 这个直接渲染一个模板地址的 它呢 已经把这个模板地址的内容给拿出来了 我 我只要渲染出来就可以了 那直接用show就可以了 好 直接用show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刷新一下 哎 tp啊 就又出来了 那么它把它分开来有何意义呢 这边说了啊 用feach方法获取内容 主要是为了可以处理和过滤 更加负担内容 好 你把内容先获取到 然后我再控制器你 再对这个内容呢 进行一系列的修改 什么过滤啊 html过滤啊 过滤之后呢 我再用show输出 这样子的话 保证我出来的信息是 比较安全 是稳定的啊 是被过滤过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两个分开来 方法的用意 好了 那么仕途这部分呢 我们这节课就讲完了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适合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库.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脸辉 谢谢大家 再见